太臨時了吧 撲音 今天呢就來帶大家開箱 小宅的工作室 然後他一進門啊 這一區 就非常非常亂的建材區 十萬獎牌 獎牌的旁邊啊 我們超好用的印表機 那等一下就來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我會成立小宅 還有關於小宅的一些幕後故事 Action 對於我們會創立小宅實驗 這個品牌的初衷 其實真的很單純 也很簡單就是 真心相信室內設計可以改變生活 很多人都會以為是要有很多錢才能改變嗎 可是我們覺得不是 有時候是 你對於美學 跟你對於這個空間 這個空的這個角落 你有沒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因為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就會發現這個地方不漂亮 或不好看 你有這個意識感的時候 你就會要去做改變 不用取舊原本的樣子 小宅實驗 它本身它是由兩位人所組成 然後一位就是我啊 另外一位是我的合夥人Pinko 然後基本上我們公司的業務 會分兩大成分 第一個成分 或是大家最知道的 YouTube行銷媒體這塊 然後這個部分也是我負責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設計面 就對所有業主的設計 還有後續施工面的裝修工程 這是由我的合夥人Pinko所主導 我的夥伴在做設計的情況下 我們也會有一些時間是客人來諮詢 有一些自己的檔案要給我們的時候 它本身這一台就具備無線功能 客人拿手機來或是USB來 都不用再傳到電腦了 然後就可以讓它用最短的時間內 是可以把他們的檔案送到這個桌上 然後進行開會 其實這也都會反映在我們的工作效率 就會很直接的把原本要做兩三件的事情 濃縮成一件就完成 整個YouTube上包含寫腳本拍攝 我就會全部就是自己弄這邊的東西 一整天的行事例其實每天都蠻炸的 會有很多的事情是代辦事項 可是我不可能一天可以有辦法做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去選擇哪件事情是優先要做的 對我們設計工作者來講 我們會很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 效率等於金錢 因為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就可以去創造更多的圖量 或是更多的繪製的東西 以前那台機型就是會比較容易讓我們夥伴有最大的困擾 是因為列印的速度真的滿滿的 所以導致可能要等待它印完 然後下一個人才能印 很荒謬啦 就是大家可能還要排隊 然後跟拿著筆電在印表機前面排隊 然後插線列印 它甚至也沒有像傳真掃描那樣的功能 所以等於要用到這幾個功能 我們就還要再打開我們的家門 去附近的超商 可是新的這一台它其實是 印完你只是倒杯水 整份檔案就已經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裝訂放在桌上跟客人開會 應該說那個時間的有感 是讓我們很明顯的是所有夥伴都集體意識到 印超快 我們會做YouTube頻道 其實反而不是為了賺錢而已 沒有一開始真的是純粹覺得 如果拍成影片就會讓更多意識到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有流量它可以帶來的一些小一方 是後面才會慢慢去發現到的 所以這是應該初衷就非常的單純 就是期望這件事情是可以讓更多人喜歡的 因為也有唯有我們生活的當下 或是我們現在摸到所有的東西 符合美的標準才有可能擴及到整個都市 甚至到台灣 我們平常最常列印的會是兩大類型 第一大類型就是大家現在桌上看到的這種 這是施工圖 我們最常會列印到的是施工圖 然後第二大類型會是合約書跟一些基本的文書作業 因為像之前的那個噴墨型的 它其實是印不出任何的漸層效果 可是像新的這一台它因為有SLED技術 每次印出來我都會覺得 怎麼特別好看 因為以前根本看不出有漸層 只能看得出兩個顏色的落差 可是像新的這一台它因為有碳粉技術的關係 它可以把那個漸層的表現 它的面板的操作模式跟面板的介面 很像是我們手機的APP 就是它是一格一格的 然後這種APP式的介面啊 還有一些彩色型的圖示 都會讓我在不管印雙面單面 然後掃描穿針 我不用問人 因為我可以看它上面的圖示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我的下一步該怎麼做 我要按什麼 我原本預期就是這種比較商用的機型 跟很多工人的機型 就是會是至少像我以前公司看到那種 JUBA 可是看到之後就覺得 蠻可愛的 然後它又做得有點像是一個正方形BOX 好設計人都會對方形的東西 有一種愛好感 這個我個人喜好 我很喜歡白色 因為它也會跟我們整體的空間 是蠻協調性的 就不會是一個很突兀的狀態 就不會帶在那邊 用完這一台之後 我真的覺得 嗯 有點回不去了 我們最新有一個案子 然後它其實業主本身在跟我們溝通的時候 因為它是律師 因為都吃外面 所以它時候就跟我們說就是 它甚至不需要電器柜這種空間 然後整個廚房它就是保持原樣就好 可是我們還是建議它說 因為畢竟現在的電器 其實非常多的 不管怎麼樣還是留一個電器柜的空間 結果最後當它家完成之後 就是它有在影片下方留言說 就是它蠻感動自己現在竟然變小當家 然後它覺得這樣的改變啊 是因為我們幫它做了一個全新的家 讓它也意識到回到家這件事情 它會有一個期待 每次看到這種案例 然後又是自己的業主 親自跟我們講這種事情都會讓我覺得 原來我們做這份工作是真的可以改變一些人 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在那裡 有種人的工作 有種人的工作 我可以來看 這麼多的時間 感谢观看